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校园实验室内枪杀了应用物理科学系副教授 自己的导师颜兹杰 其因一级谋杀罪和在教育场所持有枪支而被关押 不得保释 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 颜兹杰在他的办公室内身中七枪身亡 警方于现场发现了散落的九个九毫米弹壳 但他们还没有找到枪击中使用的手枪 检察官和警方都没有说起是如何获得这把枪的 他持有学生签证 不具备合法购买枪支的资格 因应非法入境人数激增 美国联邦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 11月27日下午起关闭德州关口 并限制亚利桑那州的车流 以调动更多资源协助处理非法移民事宜 当局表示 这是政府难以应对非法移民快速变换路线的最新迹象 CBP关闭德州EGO PASS镇两座桥梁之一 这里去年一度成为当局处理非法移民最繁忙的通道 此外也管制亚利桑那州路克维尔的车流 此处是偏远的沙漠关口 近几个月成为偷渡客入美的主要路线 执法人员表示 非法穿越格兰河进入EGO PASS的非法移民 每天近1万人 因此必须封闭一号桥 集中人力应对二号桥的非法移民 9月的关桥事件持续近一个月 影响贸易、商业活动和公民过境就医和探亲的安排 EGO PASS市长萨利纳斯表示 此次桥梁封闭对该市的贸易和货运 造成至少50万美元的损失 据亚马逊的最新内部数据显示 这家电商巨头在美国的年度配送量 首次超越了其竞争对手 预计在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之前 将运送总计48亿个包裹 预测2023年末将达到约59亿个包裹 相比之下 联合包裹在今年前9个月 在美国的包裹数量约为34亿个 预计2023年的总量 不会超过去年的53亿个 而联邦快递在美国的包裹量更少 两者均包括了交由美国邮政服务 最终配送的包裹 朝鲜官媒11月28日称 上周发射的军事卫星 万里经一号拍摄到美国白宫 五角大楼 诺福克海军基地等卫星影像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照片后表示非常满意 但未公开相关画面 即22日拍摄到美国关岛空军基地的卫星影像后 万里经一号27日晚间 再次拍摄到美国维吉尼亚州 诺福克和纽波特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卫星照片 捕捉到四艘核动力航母和一艘英国航空母舰的画面 朝中设称该侦查卫星的调整进程将提前一到两天 先前预计万里经一号将经过7至10天的微调程式后 于12月1日起开始执行侦查任务 美国和韩国谴责 朝鲜发射卫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使用任何弹道技术的决议 韩国官员也指出 无法证实朝鲜所发射侦查卫星的能力 因为平壤当局从未公开过这些卫星影像